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的讲题叫做《不仅仅是喜欢》 我选这个题目主要就是因为我听了一首歌 这首歌就是《不仅仅是喜欢》 如果你想知道这首歌是什么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在YouTube里面打这几个字,这首歌就出来了 我讲这句话之后,我发现很多少年人 比少年人大一点的年轻人都在那边笑 因为这首歌在他们中间是爆红的一首歌 你不会笑的话,时代过了 这首歌告诉我们,他们真的很喜欢这首歌 因为这首歌代表他们的心境 代表他们现在的这种情操 这首歌里面,我觉得它旋律很好 开始我觉得它旋律很好,而且都是男女对唱 不过后来回去看以后,发现里面的在表达什么 我看到歌词里面就有这几句话 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 你眼中切没有我想要的答案 这样的苦寄苦离让我很抓狂 然后这是女生讲的 继续是女生讲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像我这种主动的女孩 越过暧昧,需要多勇气 难免会左右为难 可能你心中有种感觉,你很年轻 就是一个女生 我们知道正在表达她超喜欢的喜欢 那么就是呢 这个我说的 那么到底这首歌在描述什么呢 我想正在描述一个情窦初开的女生 爱上了一个另外一个男生 他们都在少年到青年里边 所以这个女生比较主动 那么主动之后发现在那个男生的眼睛 没有看到她要的答案 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那个女生没有那个意思 所以她心中抓狂 那么这个有谈恋爱的人就明白这一点了 就是她心中的这种感觉 那么所以就给她很多很多的幻想 那么她曾经主动的表达 男生却没有 那么让她疯狂了 那么我自己从这首歌里面看到人间的 上帝传造的爱 因为呢 我们知道从喜欢到超喜欢到抓狂的爱慕呢 是上帝传造人情感上的一种奇妙的天性 所以现在呢我们才有结婚对不对 才有恋爱的存在 那么因为有这份的爱在我们这个生命里面 所以这一点呢 我相信谈过恋爱的人都有这种的经历 我自己谈过恋爱我明白 真是恋爱的人听说 在淋雨的时候呢也不会拿雨伞的 他们呢淋了雨回家也不会生病的 很奇怪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爱情的伟大 那么我就记得我自己 谈恋爱的时候也是有点癫狂 现在讲的都不好意思 我跟我师母 谈恋爱大概八到九年 我们后来才结婚 那么我记得有一次呢 我们两个人 那个时候媒体很流行是大脚车 所以呢我就骑单车 中国叫单车 这里叫大脚车 那么我们两个呢出去 这个拍拖的时候呢 仅然呢两个人不搭脚车 因为搭脚车很麻烦 还要控制脚车 所以两个人推着脚车 我们就推着脚车谈恋爱 那么一这样推脚车 推了十多公里 奇怪哦 不会中哦 那个脚车 也很傻 不会把脚车换下来 对不对哦 所以两个人就是那么爽 所以这个就是情窦初开 大家明白吗 不仅仅是喜欢 从喜欢到超喜欢 那这些就让我联想及呢 那圣经里面的一首的诗歌 那么叫做Songs of Songs 那么就是呢 雅各 我们圣经翻译成是 雅各就是歌中之歌 那么Best of the best 是英文很好 英文就翻译Songs of the Songs 哇 那个所有的song里面都输给这首song 那么就是呢 这篇诗篇 一个情爱的歌 一个诗 就换在呢 这个 我们的圣经里面 那么明显的中间 就是在男女的情爱 那么我们在想 这么神圣的一本圣经 干嘛呢 要把一本神 这个情爱的信呢 换在那个圣经里面呢 你要明白 其实这首 这首的情歌 其实不是在表达 男女的情爱 那是表达神对我们的爱 以及我们可以像神的爱 伟大的爱 怎么去反映的一首歌 所以叫Songs of Songs 这是雅歌最主要的这个意义 今天呢 我就要跟大家就谈 那么就三节 或许多几节的经文呢 取自于雅歌书的第二章 雅歌书第二章里面呢 也是跟这个不仅仅是喜欢的对话 男的说一句 女的说一句 然后男的又说一句 女的说一句 好像那个唱三歌那样 那么就是这个 不仅仅是喜欢是现代版的 那么古代版呢 就是雅歌 雅歌里面呢 就是这种的对话 那么这句话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是曲子雅歌 我们一起来念 请 我是沙伦的玫瑰花 是谷中的百合花 那 谷中的百合花 是今天我要先讲的 主要的第一个大重点 谷中的百合花 过去这句话呢 如果你有读圣经的话 或许你熟悉基督教环境的话 我们就把它形容在耶稣的身上 我们是耶稣是谷中的百合花 对吗 有首歌就是耶稣就是谷中的百合花 那实际上呢 我想不是 因为谷中百合花在这里的意思 不是表达男生 是表达女生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的是女生唱的 女生说 我是沙伦的玫瑰花 我是谷中的百合花 哇 看起来好像很尊贵 好像很奇特 我是很美丽 你看我像玫瑰花 我是百合花 不知道怎么搞的 今天也是百合花 玫瑰花 你看 插在这里 我们插花的人 跟这句经文 心有点通 所以今天插了玫瑰花 跟百合花 那我们觉得这个玫瑰花 百合花是很尊贵的 但是后来我有一个大的了解 原来百合花跟这里 我不说玫瑰花 玫瑰花其实是一个方译上有增值的地方 不一定是玫瑰花 那么我要讲的是百合花 其实这里的经文表达 其实就是很普通和普通的花 那么普通的不能再普通 我们觉得很尊贵 是因为我们这里的百合花 是很难找得到的 我们的玫瑰花是很难找到的 但是我们不能用 马来西亚的处境去了解 在巴拉斯丁这块土地上面 对玫瑰花跟百合花的描述 因为其实在巴拉斯丁这块土地上面 玫瑰花多得不得了 满地都是百合花 而这种百合花是一个统一的称呼 就是地山的野地里面花都叫百合花 如果这样讲的话也没什么特别 这个女生就是告诉我 我其实很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好像很普通里面 野地里面的百合花 那我们看看一下 那么这个就是 我去年我去以色列的时候 恰好三地很赐福我们 我们这一次的团队 就说你们意外的收获 今年雨量多 所以我就带你们看 耶稣使用的野地里的百合花 那么我们一看 哇 这个以色列的野地 当水滋润之后 那个花是多么多的长在 我看看马来西亚都是拉兰草 但是我们看见 哇 那个以色列的体地里面的花 整满地都是 虽然我明白 这个女生说自己是 这个古中百合花的时候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我就是普通的一朵花 那么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整个野地里面的 不同颜色的花 我们换大一点 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就那些花呢 其实挺美的 但是呢 因为大家都很美的时候 你就没有什么美了 就是这个意思 我是这个古中的这个百合花 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说 耶稣基督也曾经讲过 耶稣也用过这个野地的百合花 所以我们有一首歌 我们很喜欢唱 野地的花 对吗 那么其实就是耶稣用的野地的百合花 那边耶稣用的时候是贬义的 贬义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 连野地里的百合花 我都养活它 我都给它穿上美丽的衣裳 那么我才不照顾你吗 就是说 这么不起眼 这么没有人所注意的一个花 我都照顾它 更何况是你们呢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 百合花是 不为人所知 不为人所注意的那个程度是怎么样的 你都会明白的 那么我还照顾它 所以 换说那个女生正在表达 哎呀我什么都不是 就是这个意思了 所以我们了解这些经文之后呢 那么你就知道 精彩的就在后面了 因为这些经文是一个 二章开始表达女生的这个观景 但是我还要加一句 因为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注意那个形容 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形容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只是很熟悉这个形容 谷中的百合花 为什么这个女生说是 谷中的百合花 她不是说我在山顶上的百合花 她不是形容我是平原的百合花 我是谷中的百合花 各位 哪一个地方的百合花是就容易看到的 山上的百合花 平原的百合花 谷中的百合花 哪一种百合花是最容易看到的 山上的 第二呢 平原的 谷中的百合花看得到吗 几乎是看不到的 甚至如果你没有刻意进去那谷中的话 你是找不到那一朵百合花 这个女生说什么 女生意思是说 我是这个不为人所知到 到一个地步 再也没有不为人所知了 因为我躲在一个 都不知道为人所知的谷中 没有人看见我的 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一个很不起眼 不显著的一朵花 那这个形容词是你用诗境来去明白哦 他在形容自己的这个这个卑微 自己的微小 自己的不显著 英文叫 insignificant 就是我什么都不是 我是谷中的百合花 首先你明白 这个谷中 谷本身 valley 是是很有意思的去表达 自己的这个 这个不为人所知的那种的表达 这样子 但是呢第二节精彩在这里了 第二节精彩在这里了 我们一起来念第二节 男生唱了 女生说 哎呀我是不起呀 那个女生 我什么都不是 但是男生就回来了 唱这首歌了 一起来念 我的骄傲在女子中 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 你要欣赏那个诗 这个诗是怎么表达呢 我的骄傲在女子中 就是我爱上这个女孩子 你不起眼 但是我爱上你 当我一爱上你的时候 你是在百合 你是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哇 当我一见钟情看到你之后 虽然你觉得你自己是很不特别的 但是当我觉得你很特别的时候 旁边女孩子全部都变成泥土 变成大便 不好意思讲大声一点 变成 变成 ton 你明白吗 ros amont的ton 所以呢什么都不 旁边再美也不美了 因为呢 我觉得你很美 爱情伟大就在这里 对不对 当我们爱上这个女生 爱着这个男生的时候 旁边都不漂亮了 如果旁边还很漂亮的话 你很危险 对不对 所以呢你知道 这个就是伟大的地方 伟大的地方 所以呢 就是好像百合花在经济内 那么这个形容词呢 也就是呢 不是我的 不为人所知 而是我被这个人看中的时候呢 我的不为人所知变成伟大去了 所以伟大不是我 伟大是看中我的人 就是这首歌 所要去表达的 所以各位 我说过了 这首爱情的歌不是为了爱情而 爱情而写在这里的 正在表达你跟我是那么不起眼 out of nowhere的一个地方 当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呢 上帝呢 上帝的济南璀选了你 上帝的济南 看上了你 上帝的济南 你本来没有什么伟大 因为你遇到了一个伟大的上帝 让你呢 突然间变得很伟大 你明白吗 这就是雅各要表达的 你的上帝有多重要 你的上帝有多伟大 而他看上你 这就是雅各要表达的 情歌在这里面去表达 就是伟大的上帝 怎么样爱我们卑微的人 不齐眼的人 不是在高山上 不是在平安上 而是在低谷里面 我还依然的把你找出来 使你变成伟大 这就是雅各要表达的 歌中之歌 best of the best 去表达 上帝怎么样爱我们 所以当然这里歌很美 所以一唱一对 一唱一对 那么当然女生 哎呦好感动 对不对 我这么不起眼 你还看上我 哇多感动啊 你明白吗 怎么你们没有感动的 这个就是那个女生的心境 然后女生就表达了 那个女生好高兴 那个女生就没表达 我的良人 起来念嘛 你们要做女生一下好不好 我的良人在男人中 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 我欢欢喜喜地坐在她的阴下 尝她果子的滋味 觉得甘甜 她带我进入宴戏所 以爱为奇在我椅上 求你给我葡萄干 她们珍补给我苹果 参快我心 因我施爱成病 女生的表达 哇这是很美的 一个情爱的 双方的这个表达 那么这边后面说 你看那个女生 看到这个男生 这么爱她的时候 我因施爱成病 就是呢 这个相似病 这边我们的姐妹叫施爱 施爱成病 当一个爱情到了一种 巅峰的巅款的时候 很多形容词的 你是好像百合花在经济内 就是一种的形容词 但是男生 女生就回答说 你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 你看多么美丽 这些很肉麻的表达 在里面就出现了 那你注意看 今天又要回到那个背景 因为常常我们读 这个圣经的时候 雅各的时候 我们感受不到 到那个文化里面的形容 那个地理环境的感受 那以色列的苹果是很漂亮的 很美的 所以就好像苹果树在树林 那我们感受不到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里没有苹果树 有的苹果树也不美 对吗 所以你要回到那个处境里面 哇实在漂亮 我觉得如果大家有一点的感觉 我将来形容可能就要明白 你可以想象你肚子饿得不得了 然后你在森林里面一直走一直走 哇你发现肚子饿得不得了 突然又找到一棵榴莲树 哇 那个榴莲又掉下来了 那么呢 你看到那棵榴莲树的时候 哇在树林中的榴莲树 这样来形容这里就是意思了 就是树林中的苹果树 我们在马来西亚是树林中的榴莲树 如果要best of the best的话呢 哇你走进榴莲树里面去呢 找到一棵猫山王 哇不得了 不得了 大家明白那意思吗 哎以后你们谈恋爱 是这样来形容的哦 明白吗 写给你的男朋友说 哎呀你是这个best of the best 你那是那个圣灵里面的榴莲树 他不明白你叫做 就是这个形容词 我们明白 你明白那种感受 best of the best 我的人生里面 一了一个呢 我中意的人 所以这个呢 就是男生的这个 当然下面根据下来呢 就是男女恋爱里面 不断的美丽的表达 男生说 我的鸽子啊 就好像我们今天说 my darling 那么女生说 my honey 你明白吗 这种啊 不是男女都不会乱 不可以用这些字眼哦 你不可以随便跟你朋友 大铃危险哦 你不可以随便跟那个男生说 honey 不是 女生说honey 他以为你要搞小三了 所以呢 我们知道这些都是 这里的形容词 所以呢 我把它变成一个表格的时候呢 当然第二章哦 里面就有这么多形容词哦 男生形容女生 女生形容男生 男生对女生的形容是 经济内的百合化 说她是家偶 她是美人 她是鸽子 转过来女生呢 对男生的形容是 树林中的苹果树 良人 林阳 小鹿 我都说过 你一定要用当时候的处境 跟地理环境 去了解这个形容 那我后来想一想 这些的确是离开我们很遥远 所以我就想一想呢 我们马来西亚版的形容是什么呢 我是能够想到我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用词 那么可能你们这个年代有不同的名词 我不知道你们手机写什么 比如说我那个年代呢 我们形容的很肉麻的字眼是这样 你是咖啡 我是糖 你是面包 我是咖啥 有吗 林弟兄一直是这样 我们是同年代的 就是那个时代的这个形容词 那这个时代是什么形容词 少年人 青年人 你们用什么 我也想不起了 因为是你们的年代 你们再没用我们这么老套 什么咖啥 什么面包 对不对 不过我 我稍微想一想 大概是这个样子 可能现代的形容词 如果用这样等七十年代的形容词 大概是这样子 你是手机 我是充电包 可以吗 我在神阿丁讲这个的时候 哇 那个青年人很高兴 他说以后他们会用这句话 来跟他的男朋友说 你是手机 我是充电包 哇 那么温馨啊 你明白吗 当没有电的时候 你就来了 雅各重点在哪里 我说过了 雅各的重点就是 让我们去再一次感受 上帝有多爱我们 然后我们去爱那 传造万物的神 我们向祂回应 这就是雅各要表达的 你明白吗 雅各的存在 不是纯粹一个情爱的故事 而是投射在那神有多爱我们 而我们是那么不起眼 是那么的微小 祂是那么的伟大 祂找散了我们 所以我就下节告诉大家 上帝值得我们爱慕的 这是雅各书要带我们去的地方 就是我们不仅仅是喜欢 今天早上 我要带你去的地方 就是上帝是值得我们去爱慕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不仅仅是喜欢 而是超喜欢祂 祂为我们做了一个 不可思议的一些的决定 我们知道祂有多伟大 祂的身份是非常崇高 而且是超崇高的 你要了解雅各书的背景 你知道那是 所罗蒙王 雅各是所罗蒙王 真实的故事 所罗蒙王是一个军王来的 所罗蒙王 他看上了苏拉密的女孩子的一个恋情 如果你看第一张苏拉密的女孩子 根本就不是什么美丽的 他都形容我的皮肤又黑 就是说他其实是 就是长得比较黑一点 不是那么美丽的 像有一些的 哇 那个皮肤看过去好像是天上的仙女那样 他说他不是 他的可能眼睛也没有神 就是眼睛像丽雅的眼睛可能 就是那种一条线的 小小的 那么不是都那个巴比多的那么漂亮的身材 但是呢 所罗蒙王竟然下到乡下去 我们看见呢 看上了这个姑娘 这个姑娘叫苏拉密的女孩子 就是雅各苏的女主角 那么呢 就爱上了这个 一见憧憬爱上了这个女孩子 这个女生可能开始都还不知道是所罗蒙王 当她知道是所罗蒙王的时候 那时候我已经就不是一个不像样的女孩子了 她竟然还爱上我 哎呀 你懂那个 我一定要用这种动作你才有一定感觉 那种哎呦 我的天啊 你明白吗 如果她是一个男生爱上我 我都已经很高兴了 对不对 后来才发现她是所罗蒙王 我的天啊 我已经跟妈妈说不开 对不对 是吗 是这个样子对吗 哎呀 有点feel嘛 对不对 上帝何止是所罗蒙王 这就是雅各需要告诉我们的 他从天上 他是君王 来到我们人间 他找上我们 找到美里来嘞 有些人还从罗拉妈来 他也找到嘞 你明白吗 Out of Norway 上帝找到我们 这就是伟大的地方 雅各要告诉我们说 我们其实微小了 不能够再不微小了 我们这个这个人 但上帝竟然找到你 没有找到太多人 太多人不愿意给他找 但是我们愿意被他找 因为我愿意今天早上来到这里呢 他感动我们再一次回到他的怀抱 伟大的上帝 所罗蒙王我们知道是一个伟大的王 这些故事我们很明白 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不但是所罗蒙是这个样子 我们在连续剧里面 在中国历史里面 我们看到有时候 皇帝围装下乡去了解民情的时候 却看上了一个姑娘 然后把她带回皇宫 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啊 你们都很乖啊 没有看连续剧的 对吗 哎呀 你看多浪漫啊 你明白吗 一夜之间乌鸦变凤凰 对吗 是这样吗 那是好伟大的一件事情 我们本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不起眼的 神却让我们因为祂 今天我们就在这里享受祂的荣耀 能够一同成为弟兄跟姐妹 祂实在是比我们想象的伟大 有时候我们不觉得上帝伟大 就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上帝没有那么伟大 所以我们从来不觉得上帝的爱是那么伟大的 当然苏拉米你还只知道他是所罗摩王的时候 知道那个爱是不知道加大了多少倍的意思 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上帝的认识是越来越深 我们对上帝的爱才能往到最深度的地上去发展的 所以基督徒 你今天做的基督徒 为什么对神的爱还是有那么冷漠 那么遥远呢 恐怕我们对上帝的伟大还不够深 但你越知道那个时候 你是那个感激的心 知道有多加倍了多少大的 他比我们想象中伟大 我要跟他一起思考 上两个月发生了一件事情 那么那就是呢 上两个月7月呢 我们知道20号呢 是阿波罗的人类 人类踏在地球上 月球上面的五十周年纪念 所以就在美国有庆祝 全世界也为了尽心高兴 因为呢 五十多年前 在7月20号呢 我们人类第一次呢 把我们叫他在月亮上面 那知道呢 就是这个 这三个人 那时候他们绕那个月球 那么结果有两个人 那么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阿姆斯特兰 另外一个呢 就是奥尔德林 两个人前后呢 就到那个月球上面走 当然呢 柯林斯就在上面 另外加一个太空船在上面 另外一个小太空船下到那个月球底下 那么这些人呢 其中一个不为人所知 后来才知道的就是呢 特别是奥尔德林 其实呢 他是一个基督徒 那阿姆斯特兰那个时候呢 他还不是一个 何解对基督教有认识 但是还不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呢 最妙的就是呢 他们在月球上面做了一件事情 后来一直没有公布出来的 后期才知道的就是呢 他们在月球表层上面做了第一件事情 那么是奥尔德林所做的就是呢 他们在那里吃了第一餐 大家知道他们在月球上面吃的第一餐是什么吗 圣餐 他们拿杯跟饼 然后在说 太可爱了 这个奥尔德林 那么这个不是重点 他们回国之后呢 阿姆斯特丹竟然放下他自己的伟大的前途 他呢就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 而且认为说 以前是以自己的科学知识看为是伟大的 但我走了一圈之后发现呢 其实人是很渺小的 所以单能看到这里的渺小的时候呢 才会看到上帝的伟大 那么更夸张的 他之后呢 你知道阿波罗呢 有很多的太空航雨 这个以航员呢 往上到月球去 那么我们知道到1971年的时候呢 这个以航员欧文呢 更夸张返回地球之后呢 辞掉他所有的工作 他进到神训里面去度神学 后来呢做牧师 干嘛 这些人是顶尖人物 IQ呢是超级的 他们才能够能够成为这个以航员 他们竟然放下他们优厚的薪水跟前途呢 特别是欧文 他呢成为了牧师 甚至后来呢 到香港呢去开布道会 记录里面呢到五十年过后 有四百多位韩语 在就是到外面 外太空去走过一趟 那么甚至有多趟 其中有13个人呢 在回来之后呢 就辞掉他们的这个职业 那么去度神学 那么另外有七十多个人呢 决心呢 那么就是 就是 七十多个人的决心呢 就是 从事呢 传福音的工作 所以你就知道呢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是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他们 走了 宇宙小小的一个圈之后呢 他们觉得上帝是伟大的 人可能在地球上面 总是看自己是很伟大的 你明白吗 当往外一回头看的时候 就发现呢 人是那么微小的 也许我们对上帝的认识 稍微少了一点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可以从证据里面看的 当然 观世不要上到太空 不要上到宇宙 因为我们应该没有机会 飞到外面回头再看一看 对不对 但是呢 人间中有很多很多地方 让我们看见 神是有我们同在 是伟大的 他的魅力呢 神的魅力是 我们知道不能减少 两千年来 我们看千千万万的人 爱慕神 爱慕耶稣基督 所以今天呢 我们知道全世界最大最大 最大的群众相信的一个宗教信仰呢 就是圣经里面所形容的这位上帝 那么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 那么有三分之一的人 也是全世界最多人相信的 你知道呢 一个人伟大就是呢 他有很多的粉丝 但是这个是超越粉丝 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喜欢 他们深深的爱 这位呢 那么爱他们的上帝 那么 那么信的人呢 甚至到一个地步呢 这些人不仅只是 只是喜欢 因为喜欢不需要为对方牺牲生命的 这些人甚至到一个地步呢 还把自己的生命呢 牺牲来为这位伟大的上帝呢 来做事 我们知道其中一道的电影 我们很喜欢看就是《铁塔尼》 对吗 铁塔尼里面呢 也是有情爱的 标准的这个好莱坞的电影呢 都有情爱在里面的 才能够让这个电影卖座嘛 对不对 那我们最喜欢看到一个图片呢 哎呀 当我们今天讲《罗曼蒂克》的时候呢 我们一讲《铁塔尼》是什么呢 Jack and Ross 对不对 Jack and Ross呢 大家喜欢现在拍照的时候 如果在船上的话呢 就是那个海风往前面吹来 然后呢 那个Ross在前面架 然后Jack在后面抱他 对吗 你们看《铁塔尼》 你们没有看电影的吗 很乖哦 没有看过《铁塔尼》吗 哇 很罗曼蒂克 假的 这个故事不是真的 那个就是围造的 只不过有一点点 但是呢 电影一定要把它夸大 哇那么美丽 让我们才能够卖坐 我们看到这套电影 这个是不是真板的 我告诉你 真板的爱呢 不是在这条船上面的 真板的板呢 是在这条船上面 隔四年之后 另外一艘船 叫做爱尔兰女皇号呢 才是真正的爱故事在里面的 这条船 四年过铁塔尼沉到这个水里面去呢 四年后这条船 比铁塔尼更快沉到大船 沉到那个海里面去 那么这条船呢 从漏水到沉在前后 只有十四分钟 四十分钟 这条船就沉了 所以就死了很多很多人 这条船上面坐了一千四百人 四百多人 那么结果呢 我们知道呢 大概只有四百人生存 其他的全部 跟着船人埋葬 在那个海域里面 那么最感动的故事在哪里呢 最感动的故事呢 原来那个时候呢 有167个救世军的青年 他们呢 从加拿大要到英国呢 去开一个大会 就好像参加IDMC大会那样 他们去英国开一个大会 那么他们呢 这条船要沉的时候 这167个的基督徒 这里边 他们最靠近那个救生圈 哇 他们非常幸福 所以他们赶快呢 就知道这个船要沉了 他们就全部绑上了 那个救生圈 但是这条船沉了之后 在生还者之间呢 他们只能够在这167个 在这版上救生圈里面呢 只有18个人生存 他们很费解 其他人甚至没有救生圈 来不及拿救生圈 当然他们死是有原因的 这167个人 他们有救生圈 而版在身上了 为什么剩下18个人生存 其他全部战胜在海里面呢 后来他们发现 当这些年轻基督徒 在水面上游的时候 他们突然间有感动 觉得说很自私 他们就游到那些 没有救生圈 说你是基督徒了吗 你有永生吗 他说我不是基督徒 我没有永生 我有永生 所以他就把自己的救生圈 拆开 然后就丢给那个人 他说我死了 我知道我去哪里 你死了 你不知道你去哪里 你还是留着 你要去认识 就会爱你的上帝 就把救生圈脱掉 丢给那个 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这样呢 就死了 这个149个年轻人 没有回家了 各位 这个故事是真的 到今天为止 救世君 每一年到了 那个沉船日子 都在某一个地方 特别纪念他们的 因为他们伟大的牺牲 所以这位上帝的爱 不单是感动人 归向他 也让这些人 能够为这位爱他的上帝 为别人而死 这就是伟大 所以从这里 我们就反映到 神真爱的告白 神不单是伟大的 知道我们爱慕的 他也向我们表达 他对我们的情爱 所罗门王像苏拉米的女孩子 表达爱 上帝几千年来 对着我们 表达他对我们的爱 他一耳再 在耳上向我们表达 发现我们非常冷漠 非常无情 今天早上 他希望 你是一个有感觉的人 来到他面前 上帝的爱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不想用这个字 来形容上帝 其实应该也是这个意思 神爱我们是超颠狂的 你知道吗 他说有点不恭敬 所以我啪啪我就换不可思议好了 大家明白吗 其实神爱我们是蛮癫狂的 我们没有什么好的理由被他爱 这个更癫狂了 如果我们很可爱 哇真很美 其实我们也不美了 对不对 美不美是我们人跟人比 觉得会比较美一点 跟上帝比那里会美 我们看猴子 猴子比猴子 他们觉得哪一只猴子 会比另外一只猴子美了 对不对 我们看来看去都是很丑的 你明白那意思吗 我们的标准 你跟我比 我跟你比 可能我的标准比你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不要自己比来比去 既然自己比来比去不是标准 你明白吗 我们要跟神比的时候 我们觉得很不配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知道 这样才让那个爱幻大 爱变成伟大 就是因为我们是 我们是什么也都不是 但是呢 祂竟然看上了我们 我们真是觉得 祂太爱我们了 第二呢 祂为了爱 来到乌错的人间 来找我们 我的天啊 你知道祂在天上的 盒子比皇宫美丽荣耀 看起书就知道了 美得不得了 但祂竟然从那个最干净的地方 来到最乌错的人间 那呀 你知道住在那个马盆里面 我的天啊 我们是生在Colombia 我们是生在 不差一点 也不是生在中央医院 对不对 都还不错的 对不对 只是你妈妈也是慢一点 生在车里面 也不错的啦 对不对 但是呢 耶稣生在哪里 耶稣生在马槽里面 牛羊的粪便 味道不得了 对不对 卫生干净 条件差的不得了 耶稣为我们生在一个最乌错的地方 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 你要想这件事情 祂大有权柄 可以生在皇宫里面 为什么 因为祂表达爱我们 在一个充满罪恶 可怕黑暗的里头 祂要带给我们一些的光明跟希望 所以祂生在最安占的地方 乌错的地方 这个就是爱 如果大家有在我的Facebook里面 面子书里面看的话呢 我在这一次讲章里面没有提这个事情 不过别的地方我没有讲 但是我在这里呢 你们有特别的优惠 多了一个想法跟你们来讨论 因为我在我Facebook里面讲一句话 喜欢跟爱有什么不同 不仅仅是喜欢 然后呢 喜欢这个字 我们又问 喜欢跟爱呢有什么分别 哎呀一样的啦 喜欢就是爱啦 爱就是喜欢啦 不爱怎么会喜欢呢 听起来也是对啦 我们中国人反正都差不多的 不一样 喜欢跟爱是不一样的 喜欢是以我为中心 对自己好 所以我喜欢 哎呦你长得这么美 我喜欢你 二十年后 哦你走一样了 哦 肚子疯起来了 我不喜欢了 拜拜 我在小小山 你明白吗 喜欢是以我为中心 对我好 然后呢 我喜欢 这个叫喜欢 什么叫爱呢 爱是以他人为中心 对别人好 这个叫做爱 我让你明白 这之间的差别 各位 我就拿这个例子来说 喜欢跟爱 你能明白这个道理 就明白上帝有多爱我们 这里呢 有多少是做家长的 你就是爸爸妈妈的 举手一下 感谢主啊 很好啊 谢谢 放下 我问家长们 有哪一个家长在这里呢 喜欢跟孩子换尿片 抹屁股 擦屁股 甚至他生病的时候 拿来修 又拿几个喜欢的 如果有举手 我们真的也给他鼓掌 做得很喜欢 你明白吗 没有 但是我问你 为什么你还做 这里不是喜欢的问题 这是不是以自我为中心 这是因为你爱你的孩子 这个叫爱 爱不一定是喜欢的 但是因为爱 你还是为你的孩子换尿片 更恶心一点 我要听到乌作这两个字 哎呀 连我都不敢做 坦白说 换尿片我可以了 孩子 小一点 一两岁 可能他很辛苦 鼻子都塞了 流鼻水 闹哭 你看得出他很痛苦 很挣扎 做妈妈的 有时候 我就很可怕 做了一件事情 你明明摆在讲什么 把自己的嘴巴 换在孩子的鼻子 吸出来 请问喜欢吗 你会喜欢吗 你认为那个妈妈 我好喜欢哦 你会觉得妈妈喜欢吗 妈妈一点都不喜欢 但是妈妈爱这个孩子 不忍心他受苦 这个叫做爱 所以爱跟喜欢是不同的 你就明白 所以不仅仅喜欢这首歌 某一个角度是对的 因为如果只是喜欢的话 婚姻是脆弱的 爱是以他人为中心 是对别人好 这个叫做爱 这种婚姻才能够存到 长期存下去的 上帝就是这样 我想他比我们要吸得避水 比我们 为我们换尿片 他还牺牲得更大 他的牺牲是什么 他的牺牲呢 他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流血 他如果是一个强盗 流血没有什么 他应该流的 他是一个义人 他是神 他是圣洁的神 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没有再大的这样的爱了 为什么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呢 神为我们的爱是很抓狂的 一往情深爱到发疯了 做了一些不可思议的 我们不可驴的一种的行动 这个就是爱 有一位这么伟大的神 人间还有什么神能跟他比 为什么你还不要选他 我就很费解 上帝也更费解 但是上帝很有耐心等到今天 让你坐在礼拜堂里面去回应他的爱 向他的爱做出回应 上帝真的爱我们 所以圣经耶稣来到世界上 直接告诉我们他爱我们 上帝爱我们 我们一起来念 上帝耶稣讲的话 一起来念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些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 这句话是耶稣讲的 耶稣告诉我们 神爱我们世界上的人 把他独生的儿子 他就指他自己甚至到几点 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 这就是爱 到一个地步 他告诉我们 他为我们牺牲生命 表达最至高的爱 一套的电影好看 那就是后来男主角 女主角死了 因为主角死的时候 代表生命几点的爱 高峰的爱 读这个圣经一起来念 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 为主角死的时候 为罪人死 为义人死 是少有的 为任人死 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爱 就在死向我们显明了 你听他一定不懂吗 保罗听得懂 保罗明白他是个多么可恶的人 遇到一个多么极致爱的上帝 他知道他没有好逃避 必须要接受 没有的选择 只得承认 伟大 爱他的上帝 总结 喜欢是不够的 敬佩耶稣是不够的 喜欢耶稣是不够的 我们要从这里 要从这个喜欢敬佩 走进接受和相信他 至于才是幸福 才是真正的幸福 我们需要有信心去回应 才是真正的叫做喜欢 从喜欢到爱我们的神 一起来念这个经文 上帝的呼召今天早上就在这个地方了 因为他讲完这些话 我想不要只停留在用感动里面 你必须要有行动 你才是能够享受这份的爱 一起来念 神爱世人 甚至将独生只是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灭亡反的永生 信是一种的决定 信是一种的决心 信是一种信念上的改变 你才能够领受这份的爱 不然的话这份爱 还是很遥远的 离开你很遥远很遥远 神爱你今天把你拥抱 到了这个礼拜台来 你从来都不敢做个决定 你从来也没有做过决定 你没有真心做过这个决定 今天我们了解上帝的伟大的时候 我们说主啊 我愿意相信你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楼下的朋友 弟兄姐妹你愿意吗 如果你愿意 请你跟我一起做 以下的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随听 我这个时候所做的祷告 主啊 我知道你爱我 我知道我需要你 求你帮助我 能够向你做出回应 我不要再离开你 人间还有哪一位神 能够比你相比 主啊 我是什么都不是的一个人 但是你却看上我 我是谁 你既然爱我 求你赦免我的罪 我愿意勇敢 今天接受你对我的爱 赦免我的罪 让我再次回到你的怀抱 求你取听我内心的道 想念我 你不问我